在今年 纽约法轮功学员举行的纪念四二五大游行和集会上 来自中国福建的一对新移民夫妇参与其中 并随即公开退出中共 表示爱中国而不爱中共 来自中国福建的新移民陈小龙和太太陈海英 在4月23号参加了纽约法轮功学员 纪念四二五和平上访24周年的游行和集会 他们走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方阵里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参加了这个团队 这个团队以后会越来越壮大 对中国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在参加活动的两天后 陈小龙在4月25号到退党中心领取了 退出中共共青团少先队的证书 然后之前在中国自己也对中国共产党有所认知 但是不敢说 来了美国之后可以用这个行动证明 证明你跟中国共产党一刀两断 所以我就特别过来领了这个证书 通过参加游行活动 退出中共的这段经历 他了解到更多共产党邪恶的本质 并斥责中共迫害法轮功 中国共产党从古至今说的都是谎言 只不过为了满足他们这个党的自己的私欲而已 他们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 不让这个团体壮大 所以才缓称法轮功是邪教 真正的邪教是中国共产党 他感慨地表示 来到美国的自由社会可以畅所欲言 过上任应有的正常生活 从以前做生意后来工作 我一直心里都认为中国共产党 是一个比较很卑鄙 很无耻很下流的一个党 送礼送钱 请他们吃请他们喝请他们玩 然后你的生意才能做得下去 在美国就不一样 美国是很公平公正公道的 对于一些华人千方百计来到美国后 却跟着亲共团体走 投入中领馆的怀抱 陈晓龙想对他们说 我们爱的是中国 我们不是爱的是中国共产党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柯婷婷上进 纽约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见到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柯婷婷 感谢观看